然而苏珊却还没有决定 我真的觉得做点运动对你有好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和你一起度过的日子 我头痛的厉害还流鼻涕 许多年轻女孩梦想成为时装模特 大部分的地球表面被水覆盖着 有人在敲门拨去开 13路车会带你去医院 野门举办舞会来祝贺他的生日 他们把他错放到另一个类别去了 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 实际上他是在装病 我会对所有我认为不对的事情直言不讳 尽管下着大雨 他还是去了商店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也不会说一句话 谁也不知道藏宝地点在哪里 老太太和他的家人安详宁静的生活 老太太和他的家人安详宁静的生活 这个城市的人口接近一百万 我们被禁止在校园内抽烟 我们被禁止在校园内抽烟 不过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顾虑 他看上去像是你的朋友 但我怀疑他是否是真心的 我吃得如此之饱 我感觉我再吃一口肚子就要胀破了 我有两只猫 一只是白猫 另一只是黑猫 小姐 对不起 这两本书已经过期三天了 三天了 有关了 热闹 离三年 百分之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